中央设计者刘立荣台北22日电,复联会拒签行政契约,内政部一规定车免复联会政府主委,现实天内改选。 内政部长叶俊荣表示,若未改选,内政部可指定代表人,若改选后可解决问题很好,若不行,也未排除解散。 内政部7月24日宣布与复联会党产会达成共识,复联会承诺将捐出超过八成资产,新台币312亿元给国库做公益并组织转型成立公益基金,旗下各基金会引进一定比例政府代表及社会公正人士等。 内政部8月开始与复联会党产会展开戏部协商,希望签署书面行政契约,今天中午是最后期限,但仍协商未果。 叶俊荣下午周开记者会表示,已签署撤换复联会主委,顾严卓云与副主委叶金凤的公文,并要求复联会十天之内改选,以及诚实公布落军捐资料。 叶俊荣表示,这个结果是内政部不愿意见到的,但必须勇敢面对。 过程中看到复联会一直活在过去大宅门的想象,光靠复联会几位有心想要解决的人,终究没有办法对抗背后封闭,难以预测,决破反复的组织。 叶俊荣说,复联会若十天内没有改选,内政部可以指定代表人,寻求最能合乎社会公益,理性处理问题的人,但这是假设性问题,相信复联会在期限内会改选。 叶俊荣表示,法律上没有排除被撤免的主委。 傅主委可,不可以出来选,但他认为社会有相当多评价,基本上并不认为他们会出来选。 该选后若人无法做到内政部要求该如何? 叶俊荣说,未来不可能只靠内政部处理复联会的课题,这也是为何一直都有三方协商。 党产会也准备好了,后续应该也有一些程序要进行,内政部跟党产会随时保持联系,共同面对未来该有的法律上的做法,我们都会去做。 叶俊荣说,会以会务主管机关身份,配合相关机关如党产会的一些认定,甚至资产冻结等。 许多有心处理问题的复联会人士心里非常清楚,长期的协商没有结果,未来面对的问题会更困难,他们心里应该在堂写。 叶俊荣说,处理复联会问题是一步一步来,如果透过负责人改选可以解决问题,那很好,如果不行,也不排除解散意图。 目前已经走到撤换负责人的阶段,这样的决定对一个组织来说,对顾严卓云本人已经是很重要的讯息,选出新的负责人后人去谈行政契约吗? 叶俊荣说,不放弃任何机会,如果经过改选,复联会新的负责人认同这样的想法,当然欢迎。 不过他也说,以复联会这样的组织不容乐观,但永远不排除有期待。 1061222严申阅读复联会资产党产会最快26日冻结严申阅读复联会成立67载, 老君君流向争议焦点严申阅读临峰,正还原历史最大愿望结束党产会。